哈囉大家好 嗨大家好 我是大寶 我是鳳凰 我們今天想要帶來一個主題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就是輪迴 過年前吧有個影片蠻紅的 就是在講說 其實整個地球 就是有被一個捕靈王籠罩住 地球是一個宇宙監獄 對宇宙監獄 這個是老高的影片 對對對 然後有個捕靈王 就是說你離開以後 你的靈魂上到捕靈王之後 又被打下來 就是這樣一直不停的 生而為人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想要去聊聊看 不同角度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看 所以大寶就問了分多奇 然後我就問藥師這樣子 過年前的時候是藥師 對 因為他在 因為老高在這個影片裡面 有一個論述是說 人被催眠了 就是當我們死後會有趨光性 我們會想要往光的地方去 可是那個所謂光的地方 就是真的在地球外面 有一個無形的柵欄 那個光炸 所以你當你過去的時候 你碰到你就再一次被洗 洗記憶 就很像喝了孟婆湯 你就會忘記所有的記憶 然後就再一次的輪迴 然後呢你會 靈魂在地球上面 就會無數次的經歷這樣子的 洗腦忘記 洗腦忘記 再來再來 然後不斷的輪迴 所以呢這是一種 靈魂的監獄 對 那他是說每一段時間那個 能量就會變比較弱 所以可能就會有一些人 是沒有被洗得很乾淨 所以就會橫空出是一些天才 對 就那影片結束之後 不只是鳳凰還有其他朋友 他們都感覺到非常的恐慌 對 對於靈魂是監獄這件事情 好像真的是讓 很多人感到很恐懼 就好像我 就此生一直被困在這裡 原來我這邊的輪迴 是一個監獄 我是個犯人 所以我們就來問問看 不一樣的高齡 他們對於這件事的解讀是什麼 對 我後來真的就是 也看完了那個影片 老高的影片 那老高裡面 他那個影片其實在講到的是 外星人 然後在地球上 跟美軍有接觸 那美軍裡面有一個人 他把他們所有對話的過程 其實是一種心電感 你的對話過程 就寫成手稿出書 那我還真的把那個手稿 中文版全部都看完了 對 這是知識控 沒有 因為我想要了解啊 我想要了解他裡面講的東西 跟老高在影片中傳達的 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樣 那當然確實老高 有些他的濃縮跟他的解讀啦 但我把手稿都看完了以後 然後我就跟芬鬥琪連線 然後芬鬥琪給我的回應是說 喔 裡面所講到的那一種就是 死去就會忘記記憶 然後再來一次的這個機制 有啊 確實存在啊 確實存在啊 那我們就說 那所以我們是一個地球監獄嗎 他又說 那是他的宇宙觀 但是如我們所知的 宇宙並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他是很多重的 所以呢 他說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在這個看影片的這個時間點 跟老高這個影片重疊了 我們得知了他這個宇宙宇宙觀 可是未必就代表 我們死後還是會去經歷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宇宙 所以他說就是剛好在這個時候 我們重疊了 就像之前我們所講到的關於 呃 預言會不會準 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其實多重宇宙就像是 人站在一個六面體的電梯裡面 你電梯的六個面向都是鏡子的時候 其實你有很多很多很多面的你 很多很多重宇宙的你 那他說就是 我們剛好在某一個鏡子的那一個面向 我們看影片的人跟傳遞影片的人重疊了 對 那如果我們選擇繼續這樣重疊 並且相信這一個學說的話 那麼我們相信什麼 我們就經歷什麼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 我們的信念放在哪裡 對 如果我們的信念確實 非常認同這件事情 然後的話 那麼當然有可能 死後就可以去經歷這件事 因為我們都是心想事成的 嗯 但是這未必會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去經歷的 嗯 所以就比較像是跟 我們之前提到跟宗教的概念很像 就是說 我們在死後去拿的那部 會員影片裡面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 信仰的宗教是這樣 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儀式 可以讓他有比較好的結果的話 那他就會一直在這個系統裡面去運作 是 比較像這樣 所以就又回到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那很有趣 因為分多奇本來就是外星能量 可以這麼說 偏外星人的部分 他自己說他沒有生而為 會員嘛 所以 那我就想要問一下 曾經生而過人的 要師他是怎麼看 這件事 要師是誰 你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不然大家可能沒有背景知識 要師就是也是一個朋友 哈哈哈哈 不想講 就是一個朋友 一個看不見的朋友 一個看不見的朋友 那就是反正 如果有看過會員影片 跟會員直播就會知道他是誰啊 那 總之呢 沒有看過的朋友 就是鳳凰在過年前的認識了一個看不見的朋友 總之呢就是鳳凰在過年前的認識了一個看不見的朋友 那這個朋友呢 生前是大馬地區的原住民的那種祭司 就是鳳凰 那我就會問他說 因為他既然曾經生而為人嘛 那為什麼他沒去輪回 沒去投胎 因為如果照他給的訊息的話 大概已經漂流了一百多年 我才見到他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有很多沒有完成的事情 他還很想幫助很多人類 因為有鑑於他過世前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照顧到他的主人 沒有辦法拯救他們免於疾病 所以他一直有這個虧錢在 可是呢因為他死前發生太多的故事 他覺得生而為人很痛苦 他不想 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為人不想為人 想為人不想為人當中徘徊 今天生而為人是困難的 那我需要為了去達成我想要體驗的事情 再去經歷這個挑戰嗎 其實會猶豫 他就是猶豫 很有人性 對對對 他就是在這當中猶豫了很久 所以他很痛苦其實坦白說 可是一直到他遇見了我 然後他才發現其實如果他想要幫助人 他不一定要用在生而為人的方式去幫助人 他可以用能量的方式用跟人溝通的 一些比較不太一樣的溝通方式去幫助人 把他的意念或者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透過這樣的方式傳達出來 他不用一定得生而為人 在這個時候他就跳脫了 這個所謂的輪迴也好 或者是說補靈網的概念也好 他是這樣跟我說 他說如果我們接受補靈網這個概念 那我們可以想像有AB兩個地球的樂園 他原本是在AD球 這個就是有補靈網這個地球的樂園裡面 在猶豫的 他一直在這當中不願意去調整 但一旦他知道其實是有B樂園的存在 而且B樂園可以達到他想做的事情 但他又不用在生而為人的時候 他就去B樂園玩了 所以他給我的想法概念是這樣 之前我們可能在會員影片有探討過 就是其實你生前相信什麼 那你死後你就會首先去經歷你生前相信的事情 譬如說有的人是相信有地獄存在的 那麼他可能認為他生前的那 那一個狀態是符合去地獄的資格的 那麼他死後就會先進到地獄 可是當他在地獄裡面受苦到某一刻的時候 他也會發現原來地獄也是他 因為他認同所以創造出來的幻象 那麼在那一刻他就有所選擇 可以離開那個幻象 地獄也是一個幻象 天堂其實也是一個幻象 很多東西西方其實也是一個幻象 可是因為我們有所相信有所認同 所以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那可是要怎麼樣在那個當中 跳脫那一個陷入在裡頭的視野 退一步看 那我們就可以離開 在聊到一個之前啊 我有問過分頭期就是關於輪迴這件事情 然後有在別的地方也聊過 但那個時候就問說 為什麼人會需要輪迴 分頭期給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他說就像你們看那個Netflix影集啊 就是當你如果只看一集 然後一個半小時電影就結束的話 你會覺得裡面的 事件裡的每一個角色都很單薄 他不是立體的 壞人就是壞人 好人就是好人 受害者就永遠是受害者 可是事件結束了 於是有了英雄 於是有了壞蛋 於是有了受害者 然後他說可是你們以前是喜歡看電影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幾年大家越來越喜歡看影集 因為影集可以去鋪陳 這個事件往後的每一個人物的面向 你以為他是好人 但是他其實也有他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你以為他是壞人 但是他的壞其實也有他慈悲的原因 他說其實靈魂投胎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們會想要去了解更全面的認識 更全面的價值觀 這個故事的每一個面向到底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在單一事件當中 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而已 我輪迴做壞蛋一次 我輪迴做好人一次 我輪迴做受害者一次 我輪迴做旁邊吃瓜群眾一次 於是我可以在每一個面向都體驗到 原來是這種感覺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說感同身受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一地而處 那你要真的一地而處 你就是真的對靈魂的角色來說 就是我就是進去投胎 我就是進去經歷一次 那麼如果我真的在這個事件裡面 每一個角色都擔任過了以後 那我就完全豐富了我的體驗 我就完全認識了這件事情 於是我的智慧就可以產生 因為我不會在任何一個面向被卡住 我可以用一個跳脫出來的角度 去看我哪一個東西才可以 怎麼樣去做才可以使這整件事圓滿 所以靈魂的願景是很大啦 今天早上我要來錄這個輪迴議題的時候 我就再問了另一位朋友就是瑪傑 瑪傑是一個過年後認識的 他的能量蠻慈悲的 蠻接近我們可能說像媽祖 或者是比較女性的天使那種概念 那他說他希望我叫他瑪傑 因為瑪傑曾經是人 那我就問瑪傑說 瑪傑那你是怎麼樣看待輪迴這件事情 OK 譬如說親人過世 我們希望他往光的地方去 這樣子是對的吧 他說那終究還是去了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最好的祝福就是你要相信他 我們所謂的功德圓滿也好 或是說他此生的功課他已經做完了 我們帶著這樣的祝福 其實他沒有要去任何一個地方 就是他真的就是回到一切萬有裡面 你回到那個一 這個一他可以有很多的面向 像他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幫助人類 或者要使用這樣的方式 甚至分度請用這樣的方式 他們終究還是在那個一裡面 只是我們可能 他們伸出來的觸角不一樣 觸到不同的人這樣 我說那所以我們想要知道親人過得好不好 就過世的親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來問這個問題 對 他說當你有強烈的這件事情的意念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又把他從一拉回來人的這件事情裡面 你跟他有過多強烈的羈絆這件事情 其實他會回不到一 但是他說中間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還是那個靈魂自己的選擇 他可以選擇像芬多琪之前講 保留一部分讓你去牽扯 但他大部分回歸到一 是可以的 或者是說他自己有他自己想要去的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抓他也沒用 他已經早就又重新生了 因為靈魂是一碗湯嘛 那你如果一直要呼喚我 那我就搖一小瓢給你 對對對 給他的親朋好友繼續感念他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他可能就離開了 他說如果你一直抱持著強烈的意念 覺得你好像還沒有完成 或是你對他還有很多期許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靈魂來說他必須要分裂 是就像分靈體這樣子的概念 他必須要分裂一部分保留給你 那我說那如果我很思念這個親人 他說思念是愛 愛是沒有關係的 愛是一個很好的祝福跟能量 你大可思念他 所以你相不相信你的親人 已經完成了他生而為人的功課 他去了 我們不會用更好的地方形容這個 他就是去了一個 他要去的地方 那不管你今天的宗教是什麼 假設你今天認為他去了佛祖身邊 你要記得那就是一個地方 去菩薩身邊那也是一個地方 那你能不能夠打從心底的覺得他去了一個 沒有任何的地方 這個很玄 這個很玄 但是確實也是基於那個靈魂的意願 他覺得他滿足了嗎 他要成為那個無為的一了嗎 對 還是他有他想要繼續的旅程 那真的也很取決在於那個靈魂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他今天給我這個訊息最大的重點是 當我們還是人的時候 你們對於一個靈魂的最好的祝福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的祝福 把對他的思念化作就是 把他的份好好的活下去 對 你應該去思考的是 這個人曾經帶給了你什麼東西 不管是好的壞的 因為有好的家人有可能跟我們很多傷痛的家人 那我們怎麼看待他留下來的這些東西 我們怎麼去轉換 怎麼去超越 然後不論是他帶給你的苦痛 你去思考 就像分隊之間會說 你為什麼你的生命會創造了這樣子的一個人 在你的生命裡面 其實是你與其去想他在過往了以後 他在那裡的日子好不好 不如去思考他怎麼樣 使你學習跟成長 那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子的學習成長 當你離世的時候 你也做完你的功課 你也去了一切萬有 你再也不用生而為人 他說其實輪迴就是這一件事 說到這個我又想到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所謂的 爸爸媽媽 是誰選的 是爸爸媽媽挑小孩 還是小孩挑爸爸媽媽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沒有辦法選爸媽 我們會怨嘆說為什麼我生在這個家庭 對不對 會大部分人會這樣想 可是開始可以接訓 然後從不同的傳訊人的角度去確認 之後發現完全是反過來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靈魂之所以會投胎到這一個國家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身體 這樣的性別 這樣的家庭 這樣的家族 其實是因為我想要藉由擁有這樣子的外在環境 快速的去學習我這輩子的使命 就是我有一個想要來體驗的目標 而這些家人 因為他們沒有這樣的個性 然後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可以使我快速的回憶起 讓我又趕快回到那個我要去走的那個旅程 跟我要去學的智慧 所以如果你很怨嘆你的爸爸媽媽的話 那就是因為你的能力真的很強 所以你選擇了一個讓你很強烈的挑戰 讓你來超越 下面都幾個常講嘛 組隊打怪升級更快 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組好隊的 所以呢其實很多時候會在很多的療癒場合裡面 會看到好多人他們有很多的挑戰跟創傷 他們都是從原生家庭所帶給他們的 可是正是因為他選擇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擁有這個題目可以去學習跟超越 對啊 那原生家庭確實是一個最親近 而且最無法逃避的存在 在我們身而為人的這段時光裡面 他會比一個朋友或者是遠方遠親什麼的 就是更為緊密 從這幾個角度裡面去看 其實你要說補靈網很可怕嗎 其實也沒有 你要說我們是罪犯嗎 好像也不是 其實終究還是回到你自己這個靈魂 究竟學完你想學的東西了沒 體驗完你想體驗完了沒 那對於過世的親人也好 或者是什麼 牽扯也好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自己本身 是 對 我覺得我們就是從這一路 學習生性靈的東西到現在 其實會發現 我們真的要為自己的人生負百分之百責任 我們真的要為自己的人生負百分之百責任 你說很沉重對不對 哈哈哈哈 爸媽我選的 男朋友我選的 女朋友我選的 仇人我選的 朋友我選的 我的老師我選的 我的學生我選的 都是我選的 對 所有的東西都是因為 所以我們允許了 然後我們下了這個決定 所以他在我的生活當中有現在的這個狀態 所以其實 所謂那種我是委屈的 我是受害的 這個心情就可以放下了 那如果一切都是我選的 那很多時候是在我無意識的狀況下選的 尤其可能在我投胎前就選了 那麼我們就要再回到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選擇 從這個選擇當中 他帶給我的挑戰是什麼 對那個挑戰的背後 一定有一個我想要去跨越的主題 所以我才會選擇這個挑戰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這樣的心情 來去面對你生活中所有的挑戰跟困難的話 我覺得世界會很不一樣 而且因為靈魂是永生的 你這輩子這個挑戰沒有結束的話 下輩子還要再來一次 這樣會不會太無聊了 所以生而為人也是你的選擇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是 如果你在這個當下你看到了這個困難 請你勇敢的去跨越 因為至少你看到了 你可能有曾經沒有看到 所以你又再來 再來再來 所以當你看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說太好了 我看到他了 然後我也要去超越他 而不是天哪怎麼會這麼難 這困難我過不去 因為其實看到困難的時候 就像鳳凰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迴避嘛 啊太難了我過去假裝沒看到沒看到 可是你久而久之 你就會對於這個 一直處在你面前的這個困難 你會感覺到你自己很無能為力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是很弱小很脆弱的 可是與其在這個狀態 你下輩子還要再來的話 那你不如在現在去想 我要怎麼樣增強我自己的能力 然後跨越這個挑戰 然後要為對自己能夠跨越這件事情 為自己鼓掌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真的 對 那我們今天輪迴就聊到這邊 好的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